接下來關心美金中華會館 舉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五十週年 誕成紀念會活動 受邀演講的駐美副代表 李光章表示 國父最令人景仰之處 就是他畢生對於自由民主核心價值的追求 他更表示未來臺美關係 將會在既有良好的基礎上穩健 向前邁進 為了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 美金中華會館在華府中國城的華樂大廈 舉辦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五十週年 誕成紀念會活動 包括僑領 義之援 以及駐美代表處官員等來賓 大家一連演唱中華民國 美國國歌 以及國父紀念歌 接著美金中華會館主席張和誠 以願意宣讀國父遺囑 並帶領各僑團代表一起向國父一向敬獻花環 駐美副代表李光章以及國民黨駐美總支部常委 陳惠卿也分別帶領代表處人員 與僑領獻花 張和誠主席致辭時特別提到 海外僑胞對中華民國的貢獻 他舉例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新中會 倡導革命 鴻門志工堂把擁有的五棟建築與 銀行抵押 換取數十萬美元來支持孫中山 推翻滿清政府 所以國父常說 華僑為革命之母 隨後駐美副代表李光章演講時表示 國父最令人景仰之處就是其畢生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他還提到美國在中華民國建國之初 並沒有立刻給予承認 而是要求在建立起議會民主制之後 才正式建立邦交 對於川普贏得美國大選後 台美關係未來走向 國人也很關注 也有這個安全和平跟經濟上等等 各個領域的這個共同聲援的利益 所以我們有充分的信心 台美關係會在既有良好的基礎上 繼續穩健向前邁進 紀念會結束後 全體與會者一起合影留念 臺灣紅領事王陽 美國華盛頓採訪報導